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个月还有一项鱼产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传钓刺中 它又称为黄背牙雕 台语叫恰沾 我们可以用烤的 因为这个鱼用烤的它非常好吃 在居酒屋的料理大部分都是这样做 用烤的话如果你有一般的烤箱 或者是气炸烤箱都可以拿出来用 那同时呢我会加很多的 比如说甜椒啊洋葱啊 一些根筋内一起下来烤 这样子搭配会很好吃 那之前我有示范过 比如说纸包烤鱼 也是一样的方式都可以拿来做 那不同的方式料理出来的鱼的口感 就会不一样 画面中看到我们的传钓刺中啊 一般来讲我们合作社的鱼 都已经帮你清干净了 你看画面中 你也不用太特别去挖内脏啊 或做什么处理 我通常就是把它水洗里面再水洗一下 那如果有一些雪块在里面 你就把那个雪块拿出来 如果没有拿出来可能会有腥味 要注意的就大概这几点 然后这个月我们的一个专案推广 还有台湾海盐 所以就在鱼的表面先抹上盐 抹上盐啊烤起来的时候吃起来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 焦焦脆脆的感觉 那我们这一个传钓刺中啊 它是来自台湾东北海域 那在传钓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在捕获用传钓的方式 是采用对海洋友善的方式来做 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大家都很注意的一个环境的议题 那钓起来之后呢 还配合了细胞活存的冷冻技术 可以保留鱼肉的鲜甜跟口感 事实上所有的冷链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海鲜现在会强调 希望可以在冷链的过程做得很好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把鱼肉的鲜甜 还有它的口感都完全的保留住 这很重要哦 我两面都抹上海盐 然后里面呢 我就把那一次这是在过年之后做的有猪葱 猪葱下面的一些葱白 我就把它切切一起塞进来 如果把葱白放在外面烤 它比较容易焦掉 那我先把它塞一些 但是烤的时候 我同时也是再把一些猪葱撒上去 因为我想要有一点焦香的感觉 然后这边看到我用了根筋类 茄子啊 天椒啊 然后马铃薯还有洋葱 一起来烤 要烤蔬菜的时候 记得上面要淋上橄榄油 因为油是热传底的介质 如果你在烤蔬菜 你完全都没有淋上橄榄油 那你的蔬菜一定非常的干 而且口感就很不好 那是一个失败的料理 所以有的时候该用油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 那就记得用好油 用好油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 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接触橄榄油 十年的时间来我的想法 那把烤鱼啊 然后下面放烤盘 然后淋上一点橄榄油 然后鱼 鱼基本上它也会滴下一些鱼油啊 或者是鱼汤汁 但是并不会太多 所以我就用我的气炸烤箱来烤 气炸烤箱在做肉类料理 鱼类料理 它可以把表面弄得很焦脆 然后里面的肉会是软嫩多汁 这是气炸烤箱的一个特色 大概这样烤啊 会用200度或190度去烤 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你的鱼已经烤熟 但是蔬菜还没 所以蔬菜可能会另外再加时间 延长时间来烤 这道料已传掉次中 交给大家啰 好啰 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